排隊人籠爭先恐後 為了品嘗最後的美味 這是士林在地30多年的便當店 今年2月初已經有顧客說再見 然無法支撐選告結束的還有他 後期美國樂眼搭配同行粉 近40年累時的雙子星西餐廳 也成時代眼淚 其他上市南門市場在地前十年 虛假點心 萬華人的回憶 窮方居涼麵 景敏夜市40年米粉湯 這些都只能成為追憶 倒閉風暴席捲全台 不只知名老店 連鎖體系業者也難幸免 他點餐嗎 我有四號餐 黃品旗下來自烤鴨 在集團市場評估後 遭到泰若劉強結束營業 日本連鎖咖啡 柯美多台北站前店也廣告席燈 同被連鎖品牌創盛號雅尼克 更是先後傳出風波爆發導電潮 看看近半年 歇業的零售餐飲業就有將近三萬千 餐飲業倒閉的骨骸秀應正在發生 產業大好的時候呢 其實事實上有很多的一些競爭者 是持續出現 那這時候當然如果說 它還是維持過去的經營模式的話 那當然可能會出現倒閉潮 或者是會發生經營的危機 撐不下去的宣告倒閉 還在苦撐的呢 卻因為各項成本上漲 衛生管理出現危機 是吧 太好了了吧 攤盤上面出現蟑螂腳 用壇顧客插鐵吐了出來 也有火鍋店 飲料白中 有蟑螂踪跡 甚至是拉麵店碗中 建餐店餐盤 中餐廳 海鮮羹湯裡 一個月內接連發生多起 小牆風暴到底問題出在哪 在這個人體市場當中的話呢 它包含了所有的人士 或者相關的原物料的 持續成長的話 那這個時候當然它的品質 可能不見得這麼理想 面對通膨物價上漲 若選擇壓低成本 節省人力 那麼品質勢必受到影響 但若想維持原有素質 卻可能面臨重大禮關 環境的這個生態已經改變了 所以我們就需要先結束營業 牆上的壁畫裝潢風格且味 他是老闆李宏敬 定理主打美式三明治 將後切牛舌 煙燻牛肉 或者培根等大量肉食 加上特調醬料蓋上法國麵包 這就是曾被國外旅遊網站 評比為全台第一的三明治 但誰也露想不到 每個月的損益失衡 已經撐不下去 李宏敬決定在三月底 暫時告別 有人力 薪資的增長 不管是麵粉也好 奶油也好 蛋也好 現在近期橄欖油也會漲 牛肉也會漲 我覺得我們現在面臨的事 要不然我就需要降低我的品質 要不然就是要改變形態 這一塊就需要重新打掉 從小在美國生活的他 為了將到底口味帶回台灣 不願改變配方 降低品質 再加上不敢漲價 會被受敵之下注定要黯然退場 因為你一調上去 你的量就會掉 客戶其實也都了解 知道說反正什麼都漲 所以你漲好 他們並不會說不好 但是我們口袋就是這麼多錢 一個禮拜來一次的 變成可能兩個禮拜一次 或是一個月一次 李鴻進說出了所有餐飲業者 心中的痛 因為疫情解封後 除了原物料上漲 仍是成本增加 其他甚至還有高房價 帶動房東漲租 來看看北市四大熱門商圈 都出現單價破萬元黃金店面 桃園 高雄 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租金 漲幅也都叫疫情前飆升 又變成外送平台興起 直接帶來衝擊 我想新型態的這種餐飲 他可能就因應外送 那他不必有很大的這種店面 來供應內飲 專家認為 未來消費者上售餐飲服務 又講究氣增品質 價格勢必攀升 然而經營者若沒有洞察市場 想出因應對策 恐怕隨著時代推進遭到淘汰 島民潮野招持續發生 調查中心 総合報導